這間茶餐廳全場都貼滿了法國多年來光顧的照片 欣記在元朗八鄉已經70年歷史 始創人梁欣今年104歲了 大家都很親自地叫他阿公 很多光顧多年的食客時不時都來探望他 而其中一位就是法國 他和我爸爸很熟悉 來的時候一定要找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年紀比較大 他都104歲了 他主動找我爸爸拍照 法國很多年前 我記得他在無線訓練班出道的時候 他經過這裏的時候都來這裏食練 未開餐廳的人他已經有來 他喜歡吃紅豆 紅豆冰 以前早10年8年他喜歡吃燒鵝 我很記得他以前試過去外地拍電影的時候 整隻燒鵝拿上飛機去那裏食 他很喜歡吃燒鵝 現在近期可能是健康 吃一些比較健康的食物 他是吃肉餅 燒鵝要來貨比較大 大小一點他比較多 我的脂肪 我一定要肥才夠香 有些油香 我們製作過程 燒鵝關鍵是放肚裏的配料 這個就是師傅才知道 它的味道是比較香濃一些 或者是肉吸收的香料的味 叉燒是在半肥收 很關鍵 而且梅肉梅頭利貨 我們用的比較貴一點 上兩個星期 法哥就來吃了一碟加常蒸肉餅飯 是今夜每朝親自去街市 買新鮮豬肉回來做的 肉餅平實不花巧 鮮味肉味重 我哥哥負責這間餐廳的主持人 我哥哥為主 我也是協助他做這件事 初初是做士多 士多當年五幾六零年的時候 附近很少人有買賣食物的東西 當年附近的農村農民比較多 在外來工作的勞動工人比較多 後來我們又嘗試煮公仔麵 煮一下煮一下之後 後期我們做多幾道菜 例如梅菜書 咖喱雞 八幾年已經開始做了 大約做了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了 那時做事都很旺 後來一圍康伯街開始就沒得做了 就變成做餐廳 因為以前的人吃東西要飽肚 所以花款那麼多 現在內容都有 梅菜豬肉 餐肉 咖喱雞 雞翼 紅腸 蛋 加上有七樣東西 免治火腩飯 菜心是清淡 有寡味的 那你不如把火腩放進去 那火腩就濃一點 那火腩就濃一點 那兩個夾得到 所以他們的效果又挺好的 挺多人吃的 那麼撇開吃牛肉的問題 我恩經這裡 就由五十多年開始光顧了 以前是由士多店 轉做現在的餐廳 做得很好 我們最喜歡吃的是 他自己做 以前親手做的牛腩粉麵 接著這個 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八煲飯 和這個涼粉 光顧了很久 食物一樣很好 我覺得這裡的食物很好吃 就是品質可以保持 第二就是很有人情味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回來這裡吃 每個人都熟口熟面 很開心 你喜歡吃什麼 雞 我很喜歡吃雞 我每次差不多來吃雞腿飯 都不會驗 而且他們的蔥蓉很好吃 又夠蔥又夠味 其實食物的出品 我覺得在餐廳 你一定要是迎合潮流的需要 你不可以一成一變 現在潮流很流行 在國內的人上去吃辣 或者吃一些煲 所以我們轉型了做一些煲 譬如胡椒豬肚雞 辣子雞 很多種煲的款式 酸菜魚 剛好我們其中一個 剛才說起附近住的居民 他是國內四川人 他是懂得煮 例如重慶雞煲 辣子雞 小豬魚 那些 我們都是在他老鄉 做原材料混過來的 所以那個味道 是從國內去吃的吃法 是相當一模一樣 自己炮製的油 譬如我們的酸菜魚 那些酸菜我們自己做的 工人自己去醃 咸酸的味道他們會做得比較新鮮 還有調味我們可以調到酸味 和新鮮的芥菜拿回來 比較好吃一點 用蛋飯其實就要好心思做 又不可以急 大火又不可以 要慢慢燙到 就是這樣 一心急就要燙 要燙 最近我們推出了一個 就是涼粉混豆漿 或者涼粉紅豆加豆漿也可以 其實我們的材料 就是涼粉比較本地 不是罐頭的涼粉 是本地農村村民做的涼粉草 一桶一桶的涼粉 每天都交來的 這些涼粉特別是比較爽口 沒有軟滑滑 很有口感 那些草味很濃的 紅豆我們都會選自己 漂亮的紅豆來自己煮 都不是買交貨來的 豆漿我們附近有四間 五間的豆品廠 其中一間是我們常常都幫忙 買豆腐 我們都親自自己拿貨 拿貨回來後 它都是剛剛出現 很新鮮 而且是完美到香港製造了 鹹吉呢 就是我們過年用完 即是過年蒸完十五之後 人們有很多吉都不要 我們又回收回來 曬乾了水之後 拿鹽來燙它 通常我們每年都會收 每年都會醃 一醃就醃差不多 起碼三年了 我相信很少人會做 如果在外面餐廳 客人都像一家人一樣 自己人一樣 不要分顧客 經常隔離鄰舍 經常當朋友 我黃筆都輕壓 我看見那些可以吃啤 就吃啤 是啊 沒有活躺就是這樣 兒子喜歡做 就不做 就自己在這裡 嘗嘗 不要說退休 退休就不會了 退休就沒有人陪你玩 自己玩 沒人陪你玩 不退休的 我爸爸104也不退休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